重男轻女的家庭总是很难做到家和万事兴,因为偏袒和不公早让孩子之间的亲情分崩离析,更是父母的糊涂让大家庭难以团结和谐。 接下来案例中的家庭成员就在糊涂母亲的引导下各自走向生疏。 阿珍和阿芬两姐妹此时正坐在院子里,帮着母亲宅菜做饭,可他俩的小弟一早就跑到游戏厅玩老虎鸡去了。 母亲在厨房里炒菜不小心烫到了手,顿时嘴里就骂骂咧咧了起来。 无非说自己命苦,丈夫不管事,两个女儿还得他来伺候。 阿珍和阿芬都已经二十多岁了,对于不讲理的母亲也早习以为常。 正包着豆子,母亲就喊道,阿珍啊,你进来炒菜,阿芬你去把你弟弟找回来吃饭了,不然他又不记得吃饭。 胃还不饿坏了,两姐妹彼此无奈地看了一眼对方,就按照母亲的指示去干活了。 不一会大姐阿珍就做好了饭,有农家菜台,小鸡炖蘑菇等好菜。 虽然他很饿,但是打小家里都是要等弟弟到了,才能吃饭的。 毕竟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,母亲可舍不得让他吃剩饭。 等了快四十分钟了,二姐阿芬终于带着弟弟回来了。 很明显弟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,而阿芬也是黑着脸。 母亲一见到儿子,就赶紧拿来了碗筷,催促儿子吃饭。 小弟叫疯疯,坐下后就拿着筷子在菜盘子里戳戳点点,好像都没什么他喜欢吃的。 母亲见状,就把两个大鸡腿掰下来,放到了儿子碗里。 还说道,你看你瘦的,这两个腿你全都吃完啊。 小弟不高兴地说,妈,你非让我二姐去找我干嘛呀? 我玩得正高兴呢。 二姐阿芬听罢就面露温色道,你好意思说,妈你以后得管管他呀。 他竟然在玩老虎鸡,年纪不大还沾上堵了。 母亲听完不耐烦地对女儿说,好了阿芬,你弟弟的事不归你管啊。 吃你的饭,弟弟一看也得意起来,说反正以后出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,家里的是少馆。 阿芬和阿芬作为家中的女儿,在饭桌上被母亲和弟弟这样说,心里都很不是滋味。 但是话说回来,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一贯就是他家的传统。 从两姐妹既是起,就要帮母亲干活做家务,因为母亲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弟弟身上,根本就没心思关心女儿。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,也是紧着弟弟吃。 他实在不吃了,才轮到两个姐姐。 两姐妹的衣服都是轮着穿,可弟弟的衣服一个季度就换一次。 所以每次小弟穿上新衣,两姐妹都眼巴巴地在拐角看着。 周边邻居也知道他家重男轻女的厉害,所以有什么零食也会主动给阿珍和阿芬。 还有打抱不平的邻居对他们家母亲说道, 哎哟你,真是好福气啊,两个女儿以后可有福享了。 但母亲总是抱着小儿子大声回应道,丫头骗子以后都是要拔给人家哦,还是儿子好,老话都说养儿防老嘛。 结果邻居听了,只能尴尬地笑笑,再也不多管闲事了。 只是可怜了两姐妹,就这样在不受重视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了。 成年后的阿珍和阿芬在家乡附近找了一个普通工作,收入虽然不多,但终于让两姐妹过上了好日子。 以前吃不到的好吃的,买不起的新衣服,现在都可以拿自己的工资去消费了。 两姐妹一发工资就喜欢去买零食买水果,还特别喜欢吃各种小吃,仿佛是填补童年时的缺憾。 可母亲见到女儿们这样花钱,心里不太舒服,常常叮嘱她们上交货食费,也不要乱花钱,要学会攒钱。 一开始两姐妹没当真,以为母亲说着玩的。 可没想到没多久,母亲就对她俩说, 阿珍阿芬,你看你们现在能挣钱了,这好歹的交货食费呀,一人五百也不多呀。 脾气有些火爆的阿芬,立刻就问是不是以后弟弟工作了也会交钱。 哪知母亲说道,你弟弟怎么要交钱呢? 你们是女孩他是男孩,你俩以后生孩子那也只是外孙。 跟你弟弟不能比的,阿芬气得说不出话,最后还是大姐阿珍打圆场,才没让场面难看起来。 伤心的两姐妹并没有继续住在家里,而是拿她们的工资租了一个小房子。 性格倔强的阿芬,忍了母亲多年,既然工作了就有资本远离那个冷血的家。 她跟大姐说道,姐,咱们命苦,既然妈把我们当外人,我们就出去住,不争馒头争口气呀。 就这样大姐被妹妹说服了,两人搬了出去。 自从搬走,两姐妹的日子别提多开心了。 她们一起下班一起做饭,周末还能逛商场看电影,日子轻松又自在。 只不过没多久,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让她们心寒不已。 原来是家里要拆迁了,政策是分房分钱二选一。 这件事两姐妹一直不知道。 直到最近母亲找上门来才告诉她们。 只不过母亲这次来不是说拆迁的事,而是来找她们帮忙的。 母亲愁眉苦脸地说道,真阿芬啊,你们一定要帮帮你弟弟啊。 她不争气去赌博,结果拆迁的几十万都给她败了。 现在她知错了,也发誓在不赌了。 只是这婚房你们可一定要想想办法呀。 阿珍和阿芬听完大惊失色,家里的拆迁款母亲怎么能不跟他们商量就全给了弟弟呢? 而且还让她拿去挥霍赌博。 阿珍很生气,可也只是阴沉着脸,一言不发。 而阿芬倒是大声说道,妈,你拆迁款直接给我弟了,都不带跟我们讲一声。 既然如此,那我们就不是家里人了,弟弟的事情不归我们管,说着就用胳膊戳了戳大姐。 顿时,两姐妹一口同声说道,我是外人,妈,你走吧。 而两姐妹自此对母亲彻底失望,当天她们就决定以后努力攒钱,一起买一个房子,作为她们真正的家。 案例中的两姐妹很不幸,摊上了那样不讲情不讲理的母亲,可是也很幸运,因为她们遇到了彼此。 这告诉我们,在重男轻女家庭中,要及时明白以下两个道理。 一,父母的重男轻女,是对子女最大的伤害。 有时候,一个人心灵上最大的伤害,恰恰是自己的父母带来的。 尤其是重男轻女的家庭,给孩子的心理负担是难以想象的。 童年时期不受重视的女孩们,就会在父母嫌弃的语气和眼神里,战战兢兢,不敢吃家里的好吃的。 也不敢轻易犯错,在看着父母对家里的男孩真爱有加,在这样巨大对比中,心里就产生了孤独和自卑。 这样的情绪甚至可能伴随着她的一生。 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,她也缺乏勇气去追求更大胆的人生。 让孩子的童年缺乏自信和关爱,是父母对孩子的最大残忍。 每一对父母都要知道,既然你把孩子带到了人世间,就有爱他的责任和义务。 凭一极喜好来抚养孩子,最终吃苦头的也是自己。 二,要学会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,尤其是亲人之间。 既然不是每个人都是称职的父母,做孩子的就要敢于自救。 案例中的两姐妹就及时醒悟,下定决心远离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。 甚至还有志气准备买下新房子,作为真正的家。 所以对于亲人不讲理的要求,就要果断拒绝,捍卫自己的利益。 要知道一个不爱你的人,即使你把心挖出来,对方也是毫无感觉。 所以要学会自己爱自己,把自己的利益牢牢抓在手里。 即使是亲人,如果对方心里没有你,你也要以比之道,还之比身。 毕竟做人的基本准则就是真心换真心。 家庭对于幸运的人来说,是治愈一生的源泉。 而对于不幸的人来说,就是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痛。 可是别气馁,如果上帝给你关了一扇窗,必然也会给你打开另一个。 所以整理好心态,强大自己,迎接属于你的幸运吧。